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历史更为悠久 堪称巨大怪兽始组的金刚 这次也加入怪兽大战 电影《哥吉拉大战金刚》 国际版预告上限还不到24小时 点阅数就已经直逼千万 除了哥吉拉和金刚之外 作为传奇哥吉拉的第三部作品 这部电影里也出现不少原创怪兽 包含长着翅膀的大蛇 或是超巨大蝙蝠 甚至还有眼睛的观众 发现一高片里出现 机械哥吉拉的线索 看见了吗 演员背后的大萤幕 出现疑似机械哥吉拉的操控界面 由于哥吉拉的版权方东宝 只卖给华纳和陈奇影业三级的哥吉拉版权 所以这次传奇哥吉拉是最后一次登场 传奇哥吉拉是最后一次登场 华纳加入新怪兽 也有可能是为了延续怪兽宇宙 替金刚找些新对手 但要是错过这次怪兽大战 这种梦幻对决 恐怕短时间内是看不到了 三里新闻中午报道